在摄影记者生涯获奖无数的摄影家 也是天主教友吴锦腾 因家住植物园附近爱和成吃 为求得荷花的美姿 一生追荷 一心未和 不但走遍全台 更为了荷花走访中国 淮安 南京 北京和哈尔滨 成就了无数的作品 这个叶子叫做半生叶子 这个叶子 你看到一朵花旁边一定有叶子 这个叶子是 可以有叶子 对 这个叶子是攻击他养分的 好 即日起吴锦腾和作家欧云川携手 在台北国军文艺活动中心 举行和诗对话 吴锦腾追合摄影展 走进画廊出现在眼前的 就是吴锦腾的作品《大千》 那出污泥而不染的最初 让人完全看尽荷花的净与美 吴锦腾从《为何爱好摄影》说起 因为我念书的时候是念一个天主教的教会学校 那时候神父有一个汤神父还有吴永梅神父 他们在我们星期假日或者是有空的时候放我们那个国外的幻能片 让我们看 然后我发觉到那个风景很漂亮 然后开始就对照片有兴趣 然后那时候我跟同学我们就跟神父借相机 大家去买底片 那时候底片一卷大概十一二块左右 然后我们就同学就出钱嘛 然后一卷有三十六张 你照几张我照几张大家分 然后完了以后我们再送去冲洗 然后久而久之我就喜欢上摄影 人生为何 如此喜爱荷花的他 也谈到从荷花看尽天主化工 我们可以这样说 就是我们看到荷花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爱 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荷塘里面的一个红罐水机 你看他在荷塘里面 他去寻找食物 就是为了要喂他的小宝宝 让他去着重 我们看到爱这种无私的奉献 他不管在天气再恶劣 他还是要去喂饱他 当然我们另外看这一服 也是一个荷花看尽天主化 一对一对儿 一对老夫老妻 他们就在这荷塘里面散步 在逛街 我们当然我也看到有一些禅河 我拍了一些禅河 有时候看的就像一对老夫妻 也许是先生弯腰駝背 也许是太太弯腰駝背 然后先生站在后面 撑着拐杖 两个就在巷子里面慢慢走 拖个长长的影子 我们就看到看到这样的一个爱的 就是说互相关怀 这个跟教会里面的就是说 我们要大爱一样 在炎炎夏日 想找个地方体会荷叶下的清香和良意吗 欢迎您19号以前 到台北国军文艺活动中心 27号到8月7号 到高雄文化中心 您可以找到荷花最美的样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